雷电,在所有自然的力量中,它或许是最令人生畏的一种。 当雷鸣轰铃,暴雨倾泻,人们纷纷躲闪。 但有一位女孩,她眼中燃烧着的绝意,似乎比那闪电还要灼热。 在世界蛇领袖凯文的引导下,绿者核心得以重新在雷电牙医体内凝结。 但这次,少女心中已没有了犹豫与恐惧。 驰隔三年,这道天极之雷将再次落下,它向世人宣告着那雷电与王的归来。 雷光将斩断所有的过往。 随着雷电牙医体内绿者力量的解放,它已然成为了天雷的化身,向眼前敌人降下无情的裁决。 雷支雷者在持续攻击敌人时,能对其施加名神状态,造成更多的雷电元素伤害,并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取雷者能量。 普通攻击挥舞太刀斩击敌人,造成伤害并恢复能量。 长按攻击键可释放分支攻击,造成雷电元素伤害并额外恢复能量和生命值。 当氯者能量充足时,将发动特殊分支攻击新斩,造成大量雷电元素伤害。 释放数次新斩后,还能获得可抵挡一次攻击的护盾效果。 如果有足够的连击数,普通分支攻击会麻痹敌人并造成额外伤害,同时重置连击数。 在进攻时,看准律者能量和连击数,交替释放新斩和普通分支攻击,即可稳定地输出并恢复能量。 闪避技能会使周身的敌人陷入雷索状态,令其一段时间内无法动弹。 触发后短时间内继续攻击,还会吸引附近敌人,同时制造全局时空断裂效果。 QTE需借助时空减速或浮空效果发动,登场后造成雷电元素伤害,并恢复一定律者能量。 雷电主宰着天空,万物均沉浮于那不容反抗的威延之下。 巨龙于暴雨中重生,倾平雷电女王的召唤。 雷支绿者换来聚力加罗碾压战场,造成高额雷电元素伤害,同时回复全部绿者能量。 聚力加罗挥动力找撕裂目标,攻击对护盾急剧破坏力。 同时还会刮起狂风,将附近敌人一并卷入,对其肆意宰割。 查案攻击舰可驱使聚力加罗轰击前方单位,消耗绿者能量造成高额伤害,并施以雷索进行压制。 必杀剧结束时,牙医于龙被跃下,化作雷光发动终结一击。 终结剧可以主动按下必杀剧发动,也可以于必杀剧结束前切换角色,在雷支绿者下次出场或QTE时直接触发终结剧。 在开启必杀剧后,立刻轰击目标输出伤害,随后连续进攻,恢复绿者能量,并发动第二轮轰击。 最后,再以电闪雷鸣之势,斩灭对手。 仔细想来,少女以前仿佛一个只能在台下看着骑士与恶龙战斗的观众,但现在,为了拯救那位骑士,她不惜斩断自己的过去,亲自化身恶龙。 不难想象,她的内心一定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挣扎,这样的决断着实让我敬佩,但如果未来的她发现,即使付出了这样的牺牲,也无法拯救那位骑士命运的时候,她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?